當盧渣圖利二十一議員起訴的時候 黃偉哲市長第一時間向媒體朋友報告 這不是在我任內 清德兄 你還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是在你任內 還是黃偉哲市長的任內 賴夫呼籲您三鞠躬到台南面壁吃貨 會不會覺得這番話有被誤解 確實我是應該三鞠躬跟台南相親道歉 也應該面壁吃貨 因為我去年努力不夠 沒有辦法讓他們脫離這種官商勾結 黑金彌漫的一個城市 那也沒有辦法讓他們脫離一個市政府 被詐騙集團把持的這個環境 再來就是賴清德前市長 你帶起了我們整個市政府官員 養成了被性招待的這個習慣 有人覺得不舒服 那賴副總統 你在這個時候還在分化 你說你有民主的DNA 你還在分成 五人跟豬人 在台灣都在分成自己人 不是自己人 那你怎麼團結這塊土地 柯友宜市長 你覺得不舒服 而且他也很誠懇的 把這個話 來向台南鄉親致歉 我想這就是不同的高度 清德兄 在2015年 2015年的1月6號開始 你不到議會 234天 一直到監察院 要彈劾你 你造成了台南市鄉親 登革樂道爆發 112條人命死亡 你要不要道歉 當年你說要用你的政治生命 要捍衛吳乃仁跟洪其昌的清白 他們是無罪的 我說他們有罪 那我們賭上了 結果我辭掉了台南市議員 無奈人已經入獄執行完畢了 你的政治生命是什麼 你還欠我一個道歉 我會面壁思過 我也向台南鄉親道歉 清德兄 你的道歉什麼時候會來 整個台南 當盧渣 土利21議員 起訴的時候 黃偉哲市長第一時間 向媒體朋友報告 這不是在我任內 清德兄 你還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是在你任內 還是黃偉哲市長的任內 這樣的台南市造成官商勾結 黑金復必 然後光電利益 從彎商黑金槍勾結在一起 你也沒有向台南市民給一個道歉